大家好,又是講講歐國盃的戰況 英格蘭領隊修夫基,大家對他的領軍能力都有點懷疑 雖然大家知道現在英格蘭中前場的人腳 可以說是球星如雲,身格不菲 可以說在各隊今屆參加歐國盃的身格裏面是最厲害的一隊 修夫基之前都講過在排阵方面 中前場有一個幸福的選擇煩惱 反而他將這個煩惱令到自己的煩惱更加加深 他的排阵是保守的 這場對著丹麥的正選和上場贏的賽爾維亞一模一樣 正選出場人腳裏面 都明白他的理念 蘇福基的心態都比較穩陣派一些 有時候甚至是覺得比較保守一些 這場對著丹麥就 雖然由哈利簡尼入了今屆賽事的第一個入球 哈利簡尼都比在四個大賽分開的大賽裡面 包括了2018年的世界盃入了六球 2020年的歐國盃決賽周序入了四球 到2022年的世界盃入了兩球 今屆的歐國盃決賽周序入了一球 暫時在這四個大賽裡面入了十三球 英格蘭裡邊哈利簡尼入球的數目排第三 是第三位球員 入了這個不同的四項賽事都入球 之前有奧運和朗利 今場英格蘭在領先之後 我覺得踢法方面好像縮了一點 有些縮後了一點令到丹麥更多進攻的空間 空位出現了 即是覺得領先之後可能想 但一球球實在不穩陣 但很想就好像感覺上他們想守到尾這樣 收夫基在賽後都彈出了一句 都幾令人批頭的說話 就是說我們呢 當然在英格蘭就說 找不到沒有了嘉雲菲立斯的代替品 這一句的說話都跟我們某位的官員說 就說彈網是這個人類的活動 即是可以有得比 當初你覺得嘉雲菲立斯狀態不好 借了他的韋斯閑就踢到一批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背鍋 在曼城又拿不到正選位置 你覺得他整季的表現不好 或者是在中場裡面有更好的球員才不選他 但是你現在這場球之後 你講句這樣的說話 是不是嘉雲菲立斯躺著也中槍呢 那你見到其他可能球員 好像加利帖 華斯福頓 情何以堪呢 看到這些 你不是說中場沒有人的 有文露 還有高爾彭馬 今季就是剛剛起上一個結束的球季 是相當之好的表現 但是兩場的比賽 高爾彭馬連一分鐘上陣的機會都沒有 文露上場出了幾分鐘 今場也是沒有 那你見到今場比靈涵在中場那個表現 你看到數據是跟第一場是差很遠的 第一場見到他相當於在中場裡面 表現表現很sharp的 今場就剩下了很多 你見到數據裡面 很多都是零啊零啊零啊零 什麼都是零啊 可能有些軌 或者可能是今場 今界錯市有幾個球場 那些草地的質素相當之差 當你殺下去 或者是急停的時候 很多時候 整個草頭都起了 就是整塊 鬆到好像是我們以前 大球場重建之後的那些草地 你見到沒有理由 德國裡面 德甲都不見有這樣的草地這麼差的 沒有理由整塊的草頭是整塊的 整塊都起了 總之你勾下去 這個無意 令到影響了球員的猜傳啊 推進等等 甚至會令到球員受傷 都是因為很多時候 你抓不住地 即草地太鬆了 令到很多球員很容易受傷 或者拉傷等等 看看接下來 德國 即會不會在這個 那些球場 在草地的改善方面 做一點點功夫 如果再這樣下去 即會影響了大家 看比賽的觀感 也都可能 令到很多球員受傷 大家都不想繼續 即會見到出現 今場裡面 上場表現 被受批評的科頓 今場就好很多了 並且有一次 有一次的射門 就在他很熟悉的位置 即在萬城熟悉的位置 就是這個右邊的K角位 附近就是一個地坡的軟射 被對方龍門救到 你說今場幾個的位置 後房都是那幾個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反而現在變的可能就是前鋒 那前鋒今場也有些變的 因為見到克里簡尼 在69分鐘都被換出 即是由屈堅斯入替的 另外譬如艾斯 和茶和保雲 都是69分鐘一次過 換了三個進來 你說換人方面 收腐機不是不換的 但你不覺得他已經換這些人出來 其實他的功能是想怎樣 即是是不是想給其他球員感受一下 那個或者是練一下那個陣 還是怎樣 不知道 總之就是你換了人之後 令到丹麥的攻勢是更加旺盛的 這個換人就比較 那個功用是等於零 即是看了那個變陣之後 通常變陣就是令到 通常會令到那場球賽是比較好些 即是整隊的表現會比較 但今場換人之後 英格蘭的表現是更加下降了 現在英格蘭就有四分在手 你說入十六強就穩陣的 最後一場對斯洛文尼亞就實力更加差些 不過今屆很多被視為弱隊 往往都表現得相當之好 特別是東歐球隊等等 所以你說是不是就是 撿硬這個斯洛文尼亞呢 本來有四分就叫做 那個家底比較鴻厚一些 所以英格蘭應該出線是沒有問題的 特別今屆那個 因為你計算就算不是一二名 最佳成績的第三名都有機會 但是你整個這兩場 英格蘭給人的感覺就是 收夫基那些教球的感覺 沒什麼驚喜 保守 用死某一兩個球員 不敢動他們 不敢換他們出來 等等 初初以前都聽過說 曼聯的高層都找過收夫基 想來頂天黑的位置 好在大家那時候都很多反對的聲音 大家知道收夫基的能力有多高 好在最後還是天黑繼續留隊 如果真的找收夫基來教曼聯 真是你愛 收夫基都在今屆的賽事開球之前都說過 如果今屆英格蘭再拿不到冠軍 都應該是時候走的 看完這兩場之後 我覺得英格蘭都完全沒有冠軍上的 我想收夫基應該完了今屆的比賽之後 走的機會都是九成九 你看完這兩場 英格蘭的表現就更加沒什麼信心 反而雖然說剛剛還在打這個小組賽 你說哪一隊有冠軍上呢 看來現在就是德國和西班牙 西班牙就在小組裡面 再擊敗了意大利 憑著對方的卡拉肺奧利的烏龍波 結果是險勝 兩支兩失六分就鎖定十六強的資格 暫時見到德國西班牙是比較有冠軍上的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再講一下曼聯有關的消息 買人方面暫時都沒有太大的進展 中堅 托迪寶因為曼聯英歷史的高 英歷史擁有尼斯和曼聯的股份 就不容許這樣兩間的有關 在求會即是歐洲租協會的限制 規定就不可以這樣去 應該不可以批准轉會 所以托迪寶那個轉回來曼聯的交易 已經是終止了 另外對於巴夫偉智就沒有什麼新消息 曼聯就說不會再提高出價 之前講了的 李埃華丹不降低價 曼聯是不會再有任何進一步的行動 看下接下來就知道怎樣 另外就拉數說想要這個Greenwood 但是又沒有講到說 好像說大約三千萬磅左右 看下Greenwood的意向是怎樣 三千萬磅都是便宜的 其實就是 繼續看下後續的故事是怎樣 暫時就沒有任何的進展 今集就講著這麼多 拜拜